哈姬,好漂亮啊 太漂亮了,怎么办 妈咪 拜拜 今天这里很美 拜拜 谁开,谁开 你笑我笨 谢谢你啊,彭彭 你等我啊 那么聪明沉稳 那你应该明白我的真心有结婚 请别再隐藏你的渴望 我努力就能见证 97年 10月16日 请 我住 我一直说 那是吃完药之后的反应 今天有个新的天使护士来照顾我 他乌龙白出 他乌龙白出,笨手笨脚 不停地说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虽然他弄得乱七八糟的 但是我一点也不气他 还对他印象好好 他说我头发太长 下班 要过来帮我剪头发 对不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又迟到了 这次 是他第三次帮我剪头发 其实我也不是很开心了 我只希望 这身有863次 好像现在这样就好了 剪完后的头发 看起来像个洋葱 以后他都叫我 洋葱头 我 那天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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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谁看见哭泣 追踪麻痹过去 不愿真心 怪自己没勇气 心痛得无法呼吸 找不到你留下的痕迹 眼中真的看着你 却无能为力 任你消失在世界的尽头 找不到你身上的理由 再也感觉不到你的温柔 告诉我 星空在哪头 哪里是否有心痛 我刚刚真的觉得 娘兄徒又可以到我身边呢 原来我一直都喜欢她 明明喜欢她 我为什么不跟她说 明明喜欢吹sex风的人是她 我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我不说出来 只有可以有什么用 心痛得无法呼吸 找不到昨天留下的痕迹 在眼中真的看着你 眼睁真的看着你 却无能为力 不愿意 愿你消失在世界的尽头 找不到坚强的理由 快点过来 再也感觉不到你的温柔 你 告诉我 告诉我 星空在哪头 哪里是否有尽头 就像流星许个心愿 让它知道我爱你 我想跟大家说 试试不要用眼睛去看 在接下来的这一分钟里 静静地闭上眼睛 用最单纯的心 去感受这个世界 你会有更多的想象空间 你会有更多的想象空间 我终于知道 什么叫流星雨 原来是天空下 流下来的眼泪 这天空下来的 神秘的嘉宾是伯芝 我们也再次掌声欢迎 伯芝又一次来到 我们王牌对王牌的舞台上 每次一想到这一段的时候 那个刻骨铭心 我就会很难控制 你知道最厉害是什么 把我们对手都弄哭了 有吗谁哭 我哭还有 还有筷子兄弟他们也哭了 因为你会想到 就是这是十几年前的那个电影 然后对 就会想到那个场景 然后就是十几年以后 好像在这里还原那个场景 然后就是特别感慨 筷子兄弟感慨也特别深 对 因为我上高中的时候 有一次勾火晚会 我们班有一个女生和一男生初恋 然后他们俩那天晚上分手了 分手本来就是勾火晚会之前 他就决定要在那个晚会上唱这首歌 唱歌那个情景就刚才 跟刚才一模一样 那个女孩在那儿哭 那个男生在那儿哭 所以我就一下 就蹦不住了 您 您不会就是那个男生吧 没接你的话 又不好接了 完全不接了 齐哥那个心态软 最红的时候啊 是我考大学的时候 97年的时候 97年 那年高考结束之后 可以说万人空向 到处都是心态软 当时那个心态软依靠 那个时候我是反复地唱 是是是是 博智当时哇出来的时候 简直是惊为天人 没有 这一段也一样 而且那个当时演得太好了 那个喜剧之王真的 我们昨天有收到你们发的留言 就是想回到梦想的其实点 对吧 为什么有这个想法 什么意思 其实一路成长过来 我们都在路上不断地往前奔跑 有人说我们可能回不去 原来的时光 但是我们可以回去到原来的地方 重温那种赤子之心 然后让自己在这条路上 永远保有初心 能够很纯粹地去追求你的梦想 那博智姐呢 你想回到最初的梦想 是哪个阶段 我还是想要回去 刚开始在那个圈工作的那个 因为我一出道 其实我不是拍电影的 我是拍广告 我是一个完全没有人认识的一个模特人 因为我拍完广告 突然就变了女主角 就很感恩 就很有运气 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时间去 转换自己的心 转换 然后没有时间去感觉工作的那个时刻 所以你想回到的是广告阶段 还是正好广告到拍戏的中间那个阶段 对 广告到拍戏中间的那个 如果是广告阶段 我们这儿有好多广告 就中间那个阶段 行 我们想办法完成一下 客栈正好有这个能力 因为我们对面那个楼 每天都会有 变名字了 今天已经 那接下来上场的这位 他就是 羌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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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一戴上它 我就会上情绪了 可惜了 我是第一次开现场板 好 丁脸 这里的山路是法院 这里的水路就连环 这里的山河白云 这里的山河沉对沉 是一道文 万秋苗初夏日的金银站 好 不好意思老师 因为我当年参加的是达人秀 现在把我逼到这个绝路上 谢谢老师 是你把我们逼到绝路上的吧 打扰了打扰了 看你的表演有一种风消消息 溢水寒 壮尸一去兮不复返的感觉 没有没有 我是真实地热爱这个舞台老师 我知道 但是你不能不管别人的死活 老师我能拿到帕斯卡吗 可以 你直接帕斯 然后直接可以回家 从后台打开门之后 不 老师我现在心跳能承受得住 我戴上这个心跳仪 我可以 才七十啊你 接下来我来接受老师们的拷问 如果 你最忍受不了 谢娜的缺点在哪里 最忍受不了她的缺点 你是不是看错题了 没有 我感觉这个题都是问题 没有题 你最忍受不了谢娜的缺点 你俩 我举我举摸 我举摸是看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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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杨迪 他是杨迪 我是杨迪 这是杨迪 这是啥 好了已经问了 这个题就不会了 关我什么事啊 就是你的心跳真的加速了 你果然激动了 我就觉得越来越刚刚 越冲染了 做好准备 你有一道提示 你最忍受不了谢娜的缺点 做好准备 问错的问题 我从头到尾没超过 我是激动的 问错题 对 纯粹是张老师自己 好 这位学员 你平复一下心情 可以明天再来 你要接受这些后果 你要接受 张老师跳航提问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